为解决基层住屋问题 近年政府透过官商民合作 发展过度性房屋 帮助居住环境恶劣 以及已经长时间轮候公屋的家庭 作为电力公司 我们一直关注基层市民 早在2017年 我们已经向有需要的家庭 捐赠节能家电 希望减低他们的生活开支 鼓励节能和提升家居安全 近年我们透过中电社区节能基金 改以拨款的形式 资助过度性房屋租户购买电器 不如一起看看他们的生活有什么转变 小朋友放学回到家 舒舒服服坐在书桌做功课 翠原街把骚髒衣服放入洗衣机清洗干净 这些看起来好像平常的琐碎事 对于既层家庭来说 都是奢侈的愿望 苏太一家四口 今年2月由200尺的公下劏房 搬到香港社区组织协会 在长沙环的过度性房屋 生活得到很大的改善 这一日中电的团队就去探望苏太 了解他们的居住环境和用电情况 你好早晨 苏太你好你好 都是比较住的地方很小 之前那些是劏房来的 对啊 工厦劏房 可以申请进来这里住很开心 对啊 很开心 对啊 我的小孩来这里开了很多 可以出来写一字 对啊 哥哥都有自己的独立空间 对啊 这样 对啊 这样 苏太的单位是两房间隔 有独立厕所和煮食空间 同时有属于自己的独立电标 中华电力更加撥款资助 每户2000元 购买节能电器 你买了些什么 我买了个冷气 还有这个能源标签的 是的 现在来了个度性房屋住 在这个电费支出方面有没有帮助 有个做自己的用户电标 清晰点看回度数 还有用多少电 都比之前一个月省到 三四百元左右 上下的 丽梅亦都是今年初 由西环旧楼劳房 搬来这个有150尺的一人单位 不单被以前的劳房阔落 租金亦由以前的四千元 减到现在的三千元 最重要的是 居住环境和卫生情况都改善了 以前不想经常去家里 因为它很小 经常很闷 这里阔落 你舒服 起碼我有路走 就会够上回家的那种感觉 现在有雪櫃 有洗衣机 好很多 自己一日洗又辛苦 冬天又多又厚 我可以跑来几天 把洗衣机去洗 人物没那么辛苦便便舒服很多 过去几年 中华电力透过社区智能基金 向过度性房屋住户撥款 资助他们购买智能电器 减轻他们的日常开支 以及提升他们的家居能源投益 到目前为止 已经撥款超过一千五百万 协助接近八千个家庭 冬天也同时向劳房住户提供电费资助 以及资助劳房的业主重新铺设单位的电线 以便安装独立的电标 改善劳房住户的电力安全 以及居住环境 未来中华电会继续与社区伙伴合作 支援过度性房屋住户 提升家居能源效益 以及改善他们的居住环境